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治安維護需要警方跟保全的充分配合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保全業如何加強 在夜間巡邏跟校園的安全維護 保全業賺的是辛苦錢 不僅要幫助警方除暴安良 維護治安 更是我們社區住家的守護者 也是守門員 1991年12月30號 政府頒布了保全業法 32年來明確規範保全業協助治安的法院 2021年制定12月30號為全國保全日 就是要肯定保全人員對於社會的付出跟重要性 尤其都會區的夜間巡邏工作 保全人員也是重要的一環跟深淵 我們身為社區裡面的物業及保全人員 針對社區的安寧及安全 這是我們無法避免的一個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們如果發現到任何不法的事情來講的話 第一時間我們一定會與警方還是有相關單位來講的話 我們會密切的聯絡 除了社區安全的維護之外 保全業還要介入許多校園周邊的夜間巡邏 因為台灣地區發生許多大學女生 遭受歹徒侵害的社會事件 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2021台中市啟動強化協助校園安全機制 並且運用保全業進行校園周邊夜間巡邏 提升巡邏密度發揮警民合作成效 多次幫助警方破獲歹徒的犯罪案件 保障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學生安全來講的話畢竟也是很重要 因為現在很多包含最近吵得很兇 比如說行人的部分 因為小朋友上學幹嘛來講的話 第一個他的安全來講的話 尤其是夜間 畢竟很多時候我們很多地方 他的夜間照明沒有這麼明亮的時候 我們就是那一盞燈了 所以我們夜間的部分 我們針對比較偏僻或比較陰暗的角落 那我們就深入到這些角落 去幫助到有需要的人 台中市保全業在多次協商後 採取區域認養方式 共同設計出治安協防LOGO 以最優良的保全人員 執行校園周邊道路的巡查 兩元多年已經證實保全不僅是警方的 最佳互辦關係 也是社會安全維護的中間 記者許家瑜 黃怡婷 台中報導 台中市村長 海外は常人的保全人員 那是會議當然 cock的